调节过程中,她的谎言竟被一一揭穿 年轻40岁的女人究竟嫁了多少家 她的这笔感情账最终能否算得清楚 说话的这位女士就是今天的求主人小培 为什么小培会住在宾馆里无家可归呢 这还要从小培最初的求述说起 小培口中所说的第一个男人叫做东旺 第二个男人叫做德杰 15年前,因为小培的第一任男友东旺做错了事 被判入狱 后来她就和东旺的好朋友德杰走到了一起 小培说她跟第一个男友东旺之所以没有领结婚证 是因为娘家人不同意 后来也没有跟第二个男友德杰领结婚证 则是因为一开始德杰有老婆 后来德杰和老婆离婚之后 他们本来是要去领结婚证的 但是这个时候东旺又出狱了 小培告诉小培员 她和东旺有一个女儿 今年已经14岁了 自从东旺出狱之后 就一直在寻找自己 小培说 她现在跟德杰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而且这边的两个孩子年龄还小 她也舍不得离开 每次东旺找她小培都拒绝 但因为要给女儿上户口 两人的接触才频繁起来 也就是因为这样 村里也传出了风言风语 德杰听见村里的人都在背后议论纷纷 一生气就把小培赶了出去 条杰认为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才会使得德杰这么生气 于是决定先跟随小培回家 向德杰了解一下情况 德杰一看到小培 情绪就激动起来 条杰连忙先让小培出去 平静了情绪之后 德杰告诉调解员 以前非常爱小培 为了他自己还和前妻离了婚 对调解员的问题 德杰一直表示让小培自己说 难道这中间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小培的回答让条杰大吃一惊 原来在这两个男友之间 小培已经在隔壁张五村 跟一个叫做建中的人结婚了 并且已经领取了结婚证 你究竟假的几点啊 我假人的假 他愿意的 这个我一喜一开证给他 他愿意的 他留见我 面对百姓调解的问题 小培一直没有做出正面的回答 但是小培却一直说 自己跟建中根本就没有感情 小培说 这十八年当中 他找过建中很多次要求离婚 可是建中都不同意 甚至他还请了律师起诉了建中 但是双方一直都没有达成协议 这件事也就此放下 现在我告诉你就是说 如果你那边婚真没力 这边你给他生孩子了 如果那边的老公一搞你 你真的是犯冲婚 那可不是说了 咱走点挑截了事 抓住人都抓到监狱里了 我请约死 我请约死 我总有法给他套离关系 白个他那号人 他那号四戒 你可不把套离关系 这我也没有白方 听了小培的话 调犬感到很激烦 你不管是说了 想给长三过 还是想给李四过 你收钱第一步需要做的是 把你来婚立了 你婚不立 你给谁生活了 一斤就冲婚 你现在你不见是冲婚的意思了 你你你现在是 招了一个生了个孩子 你又招了一个 又生了三个孩子 你不管是将来的路要走到哪 你收钱说了 你这个婚不立 你给谁都不能过 没人能够做事 我也要扶你 没人能够做事 调犬认为 现在根本不是解决小培和德杰 是否能够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小培上一段 还没有结束的婚姻 于是 调犬决定 先跟随小培 去隔壁张五村 找找他的丈夫建中 在建中家 调犬瞧了半天 也没有人开门 小培告诉调犬 建中可能外出打工了 调犬决定 再到建中的母亲家问问 你好阿姨 你好 那儿子没在家 当调犬跟建中的母亲说明来之后 建中的母亲忍不住拉着调犬说了起来 建中的母亲告诉调犬决定 小培走了之后 他们也多次去找过小培 叫小培回来好好过 但是小培说什么也不愿意回来 这时建中妈妈的一句话 让调犬吃了一惊 建中母亲说 这些事他们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不然绝对不会同意儿子跟小培结婚 小培走的这十几年 建中一个人要抚养两个儿子 压力非常大 现在还在武智县城打工挣钱 调犬决定先跟建中通个电话 是这样了 我是在那个调犬院 我刚才听就是听他妈说了 你这半辈子过来也听哭了 咱俩应该打交也差不多 你回来把你的威胁说说 我先打车我拿回家 你不用你不用打车 俺开了油车俺过去找你吧 跟我呢 我先不开 我先不开 我就跟男男女就送你 装装装 告别了建中的妈妈之后 调犬忍不住拉住了小培 不管调犬怎样追问 小培都拒绝回答 调犬决定先赶到武智县城 见见小培的合法丈夫建中 这样哥 你我看你也是个实在人 那个门家那个一我也捡了 你心里咋香了 你给我了句实地儿 我咋香了 我心里有什么意思啊 我这些情态的 为啥油压学很多 没有啥学很多的 那他一水多给孩子丢掉了 孩子给他一家干净都没有啊 他这一次都不疼 建中告诉调解员 他和小培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 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觉得小培人不错就结婚了 可是刚一结婚 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找到合法丈夫 他竟抱住阴天内幕 河北 河北还有一条了 三种 三种他还有一件 反复耐心劝说 他竟直就不愿回头 难道你就不讲给自己一个出路 我会多出的 再次返回南九家 他又告诉出怎样的事情 他的这笔感情账 最终能否算得清楚 白天条姐 四十岁女人的风流账 正在为你讲述 上节我们讲到 小培之所以没有跟德杰办理结婚证 是因为在十八年前 小培已经跟隔壁村的建中 领取了结婚证 并且现在还没有办理离婚 于是我们找到了建中 见到建中之后 建中告诉条件员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 还有人去他家 把小培抓走过 看到条件惊讶的表情 建中又把小培 这二十多年的感情史 从头给条件讲了一遍 这样算来 小培在嫁给建中之前 也已经嫁了两次了 并且每家小培都生的有孩子 建中还表示 在小培跟德杰相处的过程当中 还同时跟东旺保持着联系 他的事周边的这几个村的村民都知道 周年这么多年 他给你来往过没有 听见建中的讲述 条件气愤不已 站在一旁的小培 也不做任何的解释 条件忍不住 说起了小培 不管条件怎样说小培 小培都默不作声 条件认为 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建中和小培的婚姻 那我问你啊哥 那你这么多年呢 他也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 也没有尽到做妈妈的责任 他现在还不尊重自己 还跟这个跟那个 你从内心来说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都真的就这样一个女人 你还能接纳他吗 你为了无情的太特大性了 你是想过还是想立 你把他回公共同路 就为了康征做个女人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 你要给他立 是吧 就是没有挽回了余地 没有没有 条件认为 建中也是一个好男人 这么多年 自己养大两个孩子也不容易 但是无论条件 怎样劝小培 小培情愿给孩子 掏一些抚养费 就是不愿意 再跟建中过下去 看到小培态度如此坚决 条件认为 这段失败的婚姻 再继续下去 也是对于双方的一种伤害 我跟你说 错了 咱不能再坚持 因为他亏欠你了 已经太多太多了 你现在再说他要给你立 我觉得咱应该主动给他立 离开了之后 给你一个自由身 你亲爱的女人 才会来到你身边 给你一个假 你说干大爷那个身体也不好 大妈身体也大了 你要是一天不成家 他们一天都心里都不敬办 正当条件劝说建中的时候 小培主动提出 要给建中准备三万块钱 作为两个孩子的补偿 并保证 以后孩子结婚生子 自己也会出一份力 哎呀 我跟你说 他给你多少钱 给你三百万 也不畅不了 你得一辈子 他说了了 他哪怕杀过买结的 他要想办法 因为他是欠了一份良心债 你硬他够欠欠你了 你你你愿不愿意 接受这样的条件 杀人一阵美气 他纳住钱招你 然后你让人家把婚礼了 你也指诱了 他也指诱了 经过调卷的调解 双方达成协议 三个月内 小培支付给建中和孩子 三万元的补偿费 两人协议离婚 接下来 调卷决定 再带着小培返回德杰家 解决他跟德杰之间的问题 再次见到德杰之后 调卷告知德杰 小培和前夫的调解结果 可是没有想到 德杰竟然说出了 这样的一句话 德杰告诉小培远 自己以前很爱小培 为了跟小培在一起 还跟前妻离了婚 可是现在 他是看见小培就生气 不愿意再跟小培 继续生活 那么到底什么事情 让德杰这么生气呢 德杰口中的第一家 也就是之前建中母亲 给我们说的山东那一家 也是小培嫁的第一家人 德杰说 小培给这家生的一个儿子 去年这个儿子结婚了 因为自己在外地打工 就让小培自己去 参加这个儿子的婚礼 但是小培的做法 却让德杰万万没想到 德杰说的这个小培之前的老公 指的就是小培最初求助说的 第一个男友东望 面对德杰的指责 小培又是怎么说的呢 小培又是怎么说的呢 小培觉得小培的解释很牵强 不能因为德杰不愿意去 德杰说的那一家 你坐在那一中间吗 你把我的吃 你坐在那一中间 你坐在那一中间 德杰说 他非常疼爱小培 为了不让小培那么辛苦 他就让小培在家看孩子 自己去外地打工挣钱 可是只要自己一不在家 小培就去第一个男友东望那住 对于德杰的指控 小培一直都不承认 他坚持说 自己白天去卖凉皮 晚上就回来照顾孩子 在条权再三追问之下 小培又说 自己去第一个男友东望家 是有原因的 听到小培回答了如此坚定 坐在一旁的德杰的婶婶 也忍不住了 德杰的婶婶告诉小培人 因为他们住的比较近 德杰又打工不在家 所以自己就经常来看看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是每次过来都找不到小培 后来小培把孩子丢到奶奶家 就没有再回来过 那爸爸说 那妈妈一个钟前都没在家 不知道 你平常都跟着睡了 那妈妈去哪了 去他家 去他家 这不就是他家吗 你怎么说 他家在哪了乖 这儿 那这儿他不应该收住你个弟弟 不哭了乖 有可怜人的 还没等调局员问完 德杰的女儿就大哭起来 看到孩子这样 调局员很是心酸 这时 德杰的婶婶又告诉调局员 不只是德杰打工的时候 他不在家 就连这次过年 都是德杰自己领着孩子在家过的 大年小时 初一两个 都没有车上别的事 这我新房子家 我给家哥哥 在那一位 这事哥哥死了 听到大家都这么说 一旁的小培 又改变了自己的说法 小培的这句话 让调局很是疑惑 刚刚还肯定的说 自己每天都在家 现在又说 有人把自己软禁起来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培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呢 反复追问 他竟称自己被人软禁 把我弄住了 软禁就没 前去证实 为何说法完全消反 你还要是一旁 你跑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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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行 他究竟说了多少谎言 因为我觉了中年 你有话 你有事来欺骗我 小培再三努力 最终能否拯救一个家庭 百姓小姐 四十岁女人的风流障 正在为你讲述 上节我们讲到 小培坚决否认 在德捷外出打工的时候 自己没在家 可是之后 又说自己之所以没在家 是有原因的 谁把你弄走了 哦 这真是吧 啊 咋子啊 咋子啊 谁啊 能归你 能归你 能归你多大了 十四五 十四五 能归你 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一个 十四五了 姑娘会你弄走 但是我不会 那家里我不会算了 谁咋为我不会算了 我啥子都不算了 人家人家都好意 但是我扯家 我都不算了 我没兴趣的 我没兴趣的 那但是 但是你现在一弄这边 这边可是人家说了 说啥人家也不信任你了 也不要你 究竟小培说的话是真是假 连调卷也分不清楚 于是调卷决定 单独跟小培谈谈 你跟我说说 你到底找了多少家 他都不多有点 从而是不是 现在很重要 因为我绝了中间 你有话 你有事来欺骗我 我没有欺骗你 虽然小培这样说 但是调卷认为 要想彻底解决小培的问题 还要弄清楚小培的男女关系 于是调卷决定找到东旺 问问情况 到了东旺家 东旺并没有在家 但是我们见到了 东旺的母亲和小培的女儿 你有没有转禁她 有没有掺住她 转禁她 不回来都不懂 没有 听到女儿这么说 站在一旁的小培 赶紧吵自己的女儿 还一直说女儿没有良心 东旺的母亲听到之后 把调卷拉到了屋外 东旺的妈妈还告诉调卷 当初东旺坐牢的时候 小培跑去跟德杰过了 刚开始自己还去找过小培几次 想让小培好好回来过 可是小培不但不听 还对自己恶言相向 自己一生气 就没有再去找过她 之后 小培每次回来 都是自己跑回来的 走的时候 连招呼都不打 小培的回答让调卷很是无奈 调卷认为 无论做得对与错 都不应该撒谎欺骗 可是面对调卷的批评 小培还不服气 我走我走孩子了 你走出来 你走到哪儿吧 你走到哪儿 第一 在你没有就是 在你找到 找到你的婚姻的时候 你没有结束婚姻 你开始下一段婚姻 这都是你来错的 当你给这家过了时候 你有你有一格种借口理由 你跑到这一家 这还是你的错 你现在你作为一个女人来说 你受了那么多罪 吃了那么多苦 这期间你都像一个骗子 都像一个欺骗别人 干清了一个女人 然后呢 孩子人都是丢了 跟母娘害啊 现在的婚 该离了也没离 该结了也没结 现在人家说不要 你真是 就是跟破水一样 爬一路 一弯爬出去 那都没用了 正当条件批评小培的时候 东旺回来了 可是东旺见到我们的第一反应 竟是让小培赶紧走 这跟小培之前 跟我们所说的截然相反 他那家被人死活了 我都不跟他走上 因为我也是活 永远回去了 就是你被欺骗也欺骗了 你想不起了 是不是 东旺告诉小启元 之前他是想让小培回来好好过 可是小培的做法却让自己伤透了心 小培不但每次走的时候不打招呼 就连回来的时候也从来不打招呼 有一次他们吃完饭 小培说去散步 但是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他如此反反复复 现在自己也很是怕了 人家先问一句不该问的话 他主动招呼了你了之后 人家住到一块没有 住一块 住到一块了 好 你为啥有个说谎 我一二在三在那问你 我只能往人家住一块没有 你又没有 你还能招呼证人 面对调局员的质问 小培说他们俩是个女儿睡在一张床上 当时女儿睡在中间 对于小培的解释 调局员已经不想再跟小培争辩什么 可以看出东旺也是被小培伤害的太深了 既然如此调局认为他们应该彼此说清楚 小培和东旺都各自做出了保证 以后彼此不再来往 说完这句话 小培转身离开了东旺家 也希望他这次的离开是一次彻底的离开 说清楚了小培和东旺的关系 调局再次带着小培来到了德杰的家 可以看得出德杰的担心还在于小培这里 于是调局决定让小培亲自给德杰说说 还没等调局把话说完 德杰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调局认为 虽然小培很花心 但是在这么多男人当中 小培对德杰的感情是最深的 为了一个完整的家 调局人不愿意让德杰就这么轻言放弃 无论调局怎样劝说 德杰都不愿意再给小培机会 小培也不愿意再去努力挽回这个家 最终在调局协调之下 两人自愿分手 孩子归难方所有 跟你一天了 我说句很难听的话 你这都是自作执手自掏护士 但是你今天能够心悟过来 妹妹还是觉得能给你选个赞 希望你真的今天认清楚 作为女人路不能这样走 不能真的跟着这个国跟着那个国 到最终连个家都没有 今天一定的好好的翻识翻识 装不装 会做到不会 会做到 通过一天的奔波 希望小培能够从中感悟到自己 沦落到今天的地步 究竟是错在哪儿 希望她能够在自己人生的岔路口中 彻底醒悟 梁老师故事结束 您想说些什么呢 在看这个片子 看到半中间的时候 我是拿了一张纸 拿了一个计算器 可能大家想 是不是因为这个话实在太难听 告诉大家 我是五字人 我完全是可以听得懂内容的 实在是因为这个女人 和太多男人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 让我不得不去画个图来试一一下 她生了这么多孩子 不得不拿计算器来算一下有多少孩子 我就想说她和我年龄相仿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 可以在她在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周旋 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选择分手 离婚再婚 不知道她的内心到底是因为真爱 还是因为游戏人生 把婚姻这么严肃的事情 竟然可以这样的对自己撒谎 对他人撒谎 同时一个又一个八九个孩子在生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生孩子 那不是生下来就不管的问题 作为母亲你的责任在哪里 作为妻子你的责任在哪里 当然她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 也就不难理解了